打台球必学的七个小技巧 技巧一 带口球 击打目标球进球点的话 目标球很容易弹出来 这种球只要中杆对准目标球正中间击打就可以了 旁边有障碍球时也非常好用 技巧二 角度球 直线球从带口中心延伸回来作为进球点 没有问题 但是角度球不行 因为白球有体积 边缘会先碰到目标球 那么从带口中心延伸回来 再延伸半克球 也就是假想球中心点就可以进球了 任何角度都是一样 技巧三 直线赛 打加赛的时候先找到中杆进球路线 想小力加赛就移动手架 后手不动 杆投到左赛的位置上 想大力加赛就移动后手 手架不动 杆投到左赛的位置上 技巧四 角度赛 角度球加赛瞄准 要加顺赛时就稍微描薄一点 要加反赛时就稍微描厚一点 可以提高进球率 技巧五 弧线球 遇到这种球 想要弧线打进 瞄准技巧是 障碍球位置多加一颗球的距离 瞄准最薄边 抬高手架和后手 想向左拐弯就打白球左下角的点位 想向右拐弯就打白球右下角的点位 技巧六 勾库球 两颗球平行就取1分之1 延伸到对面库边就是瞄准点 白球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 技巧七 翻带 从目标球球心位置延伸到库边 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作为一个点 然后向目标球带口中心延伸 这条线与库边的焦点就是瞄准点 用中杆中立把目标球打到瞄准点上就可以了 量载这节课干货有点多 点赞收藏慢慢学习 下课